日本北海道7岁男童田野岡大河7天前 因为顽皮被父母遗弃在森林隐事惩罚 不料却因此在深山里失踪 日本政府大面积搜索多天之后 终于在精造在当地一个自卫队训练厂 巡获失踪的男孩 男童没有受伤也能够和救援人员对话 目前在医院接受检查确保不样 7岁男童与家人出游时 因为顽皮被父母赶下车 丢在森林路边 父母5分钟后返回原地 孩子已经不见踪影 进而成为轰动日本和国际社会的新闻 为数百人的搜救队伍展开一星期搜寻行动 终于今早在陆布丁的军队练习场 发现野田钢大河 初步鉴定失踪7天的男童 身上没有伤痕 健康状况良好 并能够与搜救人员对答如流 搜救人员指出 南童可能在6期当天就躲在军队练习场 日本媒体报道 南童失踪当时身无分文 身穿短袖衣物 加上当地森林经常有野雄出没 这夜温差大 外界担心南童凶多吉少 结果上天怜悯依然生还 目前在医院接受检查